9月22日,在洛杉矶的绞生社区中心,举行了为陕西省贫困山区儿童提供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家的新闻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是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与绞生社区中心共同举行的。 目的是为陕西省咸阳市绞生儿童之家筹募经费。 而今次所募得的金额,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另在拨出相对款项,做全数配对,捐给咸阳市绞生儿童之家。 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会长苏延涛在发布会上做了启发性的发言, 希望在美的华人华侨都加入到为贫困山区儿童献爱心的行动中来。 那么这次我们听到脚生有这么好的一个关怀儿童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儿童院, 对于刚刚讲的这四类小朋友,我们觉得特别需要关怀, 所以我们不仅呼吁,不仅参与捐助, 同时我们跟脚生的合作是在整个第一期的捐款完成之后, 我们会额外的捐出100%的对等的基金来帮助把这次的捐款能够等于是两倍的爱心。 脚生基金会副总监胡佳进也介绍了这次活动的意义, 以及美国脚生基金会在陕西咸阳开办儿童村的工作进程。 目前这个建筑物已经盖好了,这个院设全都弄好了, 所以我们国庆,习国庆以后呢, 小孩就搬进来,就开始有住,有在附近的学校想学, 那么呢,我们的爱心姐姐呢,已经交聘好,随时来复习他们的。 脚生儿童之家,建设整体大致完成, 并已经收了第一批孩子共40人。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